高血脂患者不能吃面食 医生建议不止面食 这几物能不碰就不碰 高血脂这一看似不起眼的健康问题 实则潜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 它不仅潜藏着诱发动脉周样硬化 关心病及糖尿病等重症的风险 更可能对肾脏与胰腺等关键脏器 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危害深远 在日常生活中 高血脂患者将饮食调控 视为病情管理不可或缺的关键策略 以精细调节血脂水平 很多人对高血脂患者 不能吃面食的说法感到困惑 甚至因此对面食产生恐惧 一、面食并非绝对禁忌 但需谨慎选择 面食作为日常膳食的常客 其核心构成在于丰富的碳水化合物 燃其营养版图中 以不乏适量的脂肪与优质蛋白质的和谐共存 对于高血脂患者而言 面食在消化过程中会迅速转化为糖分 进而可能转化为脂肪存储在体内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高血脂患者完全不能吃面食 关键在于选择 医生建议高血脂患者可以适量食用全脉或富含纤维的面食 全脉面食富含膳食纤维 有助于降低餐后血糖的急速上升 减少对体内脂肪代谢的负面影响 同时全脉面食以其独特的纤维结构 能显著提升饱腹感受 进而自然缩减总食物摄取量 鱼无形中助力血脂水平的调控 但即便如此 面食的摄入量也应控制在每日总热量的25%到30%以内 避免过量摄入 二 加工肉类 隐藏的脂肪炸弹 高血脂患者还需警惕加工肉类如香肠、培根、火腿及肉罐头等隐形危险 他们潜藏于日常饮食 不容忽视 此类肉制品历经腌制 烟熏工序 并充斥防腐剂与胃精 其内含丰富的饱和脂肪与胆固醇 构成健康隐患 长期食用高脂肪、高胆固醇食品 无疑会促使血脂水平上升 成为心血管健康隐患加剧的重要因素 高血脂患者应尽量避免食用加工肉类 转而选择瘦肉或海鲜 经瘦肉与海鲜以其低脂特点著称 尤其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能有效正面调控血脂水平 促进健康体态的保持 三 高糖饮料 甜蜜的陷阱 糖分高的饮料 如碳酸饮料、果汁和甜味饮料等 也是高血脂患者需要远离的甜蜜陷阱 这些饮料中通常含有大量的添加糖 过多摄入会导致血糖水平迅速升高 进而促使胰岛素分泌增加 加速脂肪的合成和储存 糖分过量摄入除诱发体重攀升外 更潜藏着加剧心血管健康风险之余 故高血脂患者移偏好清水或无糖饮品 以规避高糖饮料可能带来的健康危险 四 高油脂调味品 隐形的脂肪源 高油脂的调味品 如商用沙拉酱、蛋黄酱等 虽然能增加食物的口感和风味 但往往含有高比例的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 过量摄入此类脂肪 将直接撼动血液脂质平衡 促使高血脂症状趋向恶化 高血脂患者可以使用自制调味料 如用橄榄油和醋调和的简单沙拉酱 或是用柠檬汁和香草来增添风味 此法既保留了食物的鲜美风味 又确保了食材的品质把控 同时有效降低了脂肪的摄入量 5.酒精 双刃剑的另一面 酒精对高血脂患者来说 也是一把双刃剑 适量研究或能为心血管健康带来威力 然一旦过量 则血脂平衡将遭重创 健康风险骤增 酒精会影响肝脏的脂肪代谢 使血液中的肝油三脂和胆固醇升高 此外 酒精还具备干扰药物吸收代谢之能 进而对血脂管理构成不利影响 需谨慎对待 高血脂患者应限制酒精摄入 尽量避免饮酒或选择低度酒 并严格遵循医生的指导 6.高盐食品 隐匿的血压幕后推手 悄然间伤高健康风险 高盐腌制品与咸菜 盐分极高 既加具高血压风险 又潜藏血脂失衡之忧 对健康的隐形威胁需警惕 高盐饮食习惯促使体内水纳猪瘤 血容量膨胀 血压随之攀升 而高血压与高血脂往往相互纠缠 共助健康之恶循环 高血脂患者应尽量选择低盐饮食 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减少高盐食品的摄入 饮食上可以多吃这四物 一 多食用粗粮 现如今饮食精细已经是常态 但是该饮食方式并不健康 细粮中缺少了膳食纤维等一些重要的物质 而膳食纤维对疏通血管降低血脂有很大作用 血脂高的患者不妨多食用一些粗粮 二 多食用优质蛋白的食物 血脂高的患者可以多食用一些蛋白质含量高 脂肪含量少的食物 比如大豆以及豆制品等 这类食物中含有优质蛋白质 脂肪含量较少 食用后可以降低血脂含量 三 多食用新鲜蔬菜 蔬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膳食纤维 矿物质等 脂质含量很低 经常食用可以起到增强新陈代谢 血液循环等作用 对降低血脂有积极作用 四 多食用苹果 别看小小的苹果 其营养非常丰富 而且苹果中还含有降低胆固醇的物质 从而起到降低血脂作用 经常食用对人体有很多好处 随着生活质量提高 人们开始注重饮食多样化 但却不重视饮食均衡 这就导致人体营养物质失衡 血脂升高 日常中一定要重视起来 此外还可以通过运动来增强新陈代谢 帮助体内脂质尽快代谢 降低血脂 七 践行健康生活方式 构筑高血脂预防的坚固防线 一 适应自然 人一定要学会适应自然环境 不要想着让大自然来适应自己 人类的互动都是要在自然界中进行的 如果脱离了自然 那么我们的活动也就没有了意义 所以健康的身体与自然界的变化也是息息相关的 高血脂患者要根据不同的季节 合理的穿衣 运动和饮食 如夏季就要早点起床做运动 冬季就可以适当地推延起床时间 另外 还要尽量多晒太阳 多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这对身体健康和保持愉快的心情都是非常有利的 二 戒掉坏习惯 高血脂患者要想保证身体健康 就要将生活中存在一些坏习惯 一一改正 如爱喝酒 不喜欢吃素食 爱吃肉等等 还有就是暴饮暴食 喜欢吃虫口的食物等 很多人不重视这些小细节 但也正是因为这些小细节不断累积 威胁了患者的身体健康 所以大家要从改正这些小细节的不良习惯开始 三 调整生物中 大家一定要养成和调整一个规律的生物中习惯 每天按时起床 按时吃饭 按时运动等等 养成良好的生物中对于身体健康也是非常有益的 而且生物中一旦形成 尽量不要随意改动 四 注意卫生清洁 大多数人都认为清洁就是注意个人卫生 其实注意卫生清洁不单单指个人方面 对于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也应注意保持清洁 尽量不要去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地方休息 运动等 而且居住环境也应保持清洁 无论春夏秋冬都应定期开窗通风 多晒太阳 这样才能保证身体和环境的清洁 对身体健康也是最有益的 五 适量的运动 对于高血脂患者来说 适量的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高血脂患者对运动存在一定的误解 担心运动会导致突然心肌梗塞或者猝死的情况 其实只要不是太过剧烈的运动 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 相反适量的运动对我们身体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高血脂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健康问题 实则潜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 通过合理的饮食控制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们可以有效地管理高血脂 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记住 高血脂患者的饮食禁忌远不止面食 加工肉类 高糖饮料 高油脂调味品 酒精 以及高盐食品同样需要警惕并尽量避免 每一个选择都关乎到血脂的稳定与健康的未来 高血脂与其他慢性疾病不同 该疾病更容易出现在肥胖且生活无规律的年轻人身上 由于本身属于需要长期用药的疾病之一 让很多年轻人因此焦虑 但高血脂患者千万不要因此而丧失信心 如果是刚刚检查出疾病的存在 是可以通过生活干预保证疾病适当逆转的 也认为是增加味道的